我这边好不好 我这边一张 再一张哦 这边对 OK 来你你正前方 我们这边好吧 这边一张 来右边右边 这边下边谢谢 正中间一张好吧 正中间这边对 OK 放一张好不好 这边一张OK 谢谢 谢谢 来左边 右手鞋高一点点 来正前方 下面 我们往前一脚步 还有往前 这边来这边 谁叫他对手 我先一脚步的啊 谁叫他往前一脚步 谁来谁啊 我们要派到狗了 正前方 正前方 来一个动作来 OK 对了 他什么没有动作最多啊 他谁太多 中间中间中间来一下 再一项 来正前方 正前方 舌头别吐出来啊 来右边 对 这边那滑梯大厢是蛮神奇的 因为又被他说了 这个要看大家是用什么心态去看这件事情啦 因为我是很认真跟严肃在看待我脸书上所发表的这些文章 因为第一我还是希望产业可以赶紧的意识到自己不好的地方 因为我其中我也是身在其中的一个工作者 所以我感受非常深 无非是希望大家可以团结然后振兴台湾的这个娱乐产业这样子 那我当然知道一个人力量改变不了太多 但我希望我的声音可以唤起更多对拍剧有热忱有想法 有怀还有着希望的人能够攜手团结做出好作品 那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梦想但他们获得资源很少 不像电视台他们有那么强大的行销啦企划啦甚至是广告的资源 这些都是收入来源 但是当这些人拥有那么多资源的时候 不去改变做戏的一些思维 我想台湾的戏剧会有非常危险的处境 可不可以讲一下伏大事件 伏大 对对对 伏男男女女 这个我营销都是平等平权 对因为人生而平等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所以就是这个中心思想 没有别的 杳伦之前有说十月要去美国游选 是 那现在还会去吗 毕竟川普当选 哈哈哈哈 呃 川普当选喔 呃 还是 还是希望可以去啦 就是看一看不同的美国